痛心,母兄相继病逝,患病遭丈夫抛弃,38岁女蓝天才无钱看病,而离去在这个世界上,渺小的我们似乎没办法左右的自己的命运,往往是乌路偏逢连夜雨,不幸一个接连一个的到来,而面对逆境时有人选择坚强,也有人选择沮丧,当然还有人会选择自己承受,她是我国女蓝的一代天才, 曾经两次带领中国女蓝,获得亚锦赛的冠军,她对中国女蓝贡献是可谓是非常大,可悲的是她的生活,却遭受到不为人知的痛苦,她叫陈璐云,陈璐云出生于1977年,从小篮球天赋过人,16岁入选了国庆队,年仅16岁的她很快斩入头角,帮助国家队拿到了两届亚锦赛冠军,一次亚运会冠军,和市锦赛 第六名的好成绩,但由于训练时留下的伤病,于2007年选择退役,退役后指教中国青年女子篮球队,而且还带领了球队,拿下世界青年运动会的冠军,尽管做运动员,做教练都十分出色,但生活中,陈璐云的生活却十分凄惨, 2010年怀胎十月的陈璐云意外流产,随后母亲因结肠癌撒手人寰,哥哥也在不久后因病去世,接二连三的不幸发生在她身上,悲伤和痛苦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陈璐云的天突然就塌了下来,可是,命运的捉弄远没有结束 2012年,陈璐云在医院被查出结肠癌晚期,人生再一次陷入了灰暗,由于治疗需要大量的费用,她的丈夫承受不了如此变,故,最终选择抛弃陈璐云离去,陈璐云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痛苦,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寻求帮助,直到2015年恩师公鲁明突然站出来,宣告陈璐云患癌症没前治病,公鲁明哭着说, 社会不应该忘了她,应该让她感受到爱啊,然而为时已晚,躺在病床上的陈璐云这样说道,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事情牵动太多人,但看到大家的关心仍然很感到,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,对不起,给大家添麻烦了,最终,还是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2015年12月23日,陈璐云还是没有抵抗住癌症的侵蚀,带着对生活的无奈,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谢谢大家